学生做家教不幸被害 凶手想用赔偿获得谅解 如果我要你的钱 哪能对得起我的儿子啊 要说他们难道想又要我的钱 又要我的命啊 执行赔偿款遭遇重重困境 受害者家属能否拿到赔偿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 寻找死求的财产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您的关注 四年前 广西南宁的黄莲芬夫妇 经历了丧子之痛 然而四年来 他们为了给孩子追讨赔偿款 和法官和律师 一直在奔波 儿子已经去世四年多了 可在黄莲芬夫妇 这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 到处都是儿子 李振宁留下的东西 仿佛他从来没有离开过 就是家里有一些他的东西 有一些感情的寄托对于你们 等月配就我啊 李振宁是黄莲芬夫妇的独子 2005年 正在广西民族大学 读大学四年级的他 为了补贴家用 去做家教 却不幸遭遇了绑架 犯罪嫌疑人 给黄莲芬打来了勒索电话 他就是讲 你就把那个钱 明天把那个钱 两万块钱 寄到银行那个地方 第二天我们去筹钱 说没办法了 就是为了 挽救了儿子嘛 所以我们 我回来 我跟我阿连长 第二天我们去筹钱 跟亲戚朋友去筹钱 黄莲芬夫妇四处奔波 才凑足了两万块钱 钱汇出去了 却没能换回 儿子李振宁的命 他使用来的资钱 实际上已经乐死了 但是乐死了以后 他还继续这样子挑选 事发不久 当地警方就破了案 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黄志航 黄志航交代了 他以请家教为名 把受害人李振宁 骗出校园 将其杀害 并抛逝于一口背井之中 黄莲芬夫妇想不通 凶手绑架是为了勒索钱财 为何要夺取儿子宝贵的生命 那么黄志航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为何会这么凶残呢 从他的内心来说 感觉到他的话呢 对那个金钱的追逐啊 看来还是比较强烈的 法官告诉记者 黄志航是当地人 案发时35岁 医学院毕业之后 曾做过一名医生 后来辞职 在家闲了一年多 手上没有钱 又想早点挣大钱和女友结婚 最终竟然想到了绑架勒索 因为担心事情败露 在绑架之后将李振宁杀害 他可能也自己感觉到认为自己学了以后 是吧 那么也没有太大的成就 是吧 也经济上面也不是很欢愉 可能是不是基于这种原因 是吧 变得比较残忍 记者电话联系到了黄志航的女友曾小凤 这件事对小凤的打击也很大 曾小凤没有想到男友会去杀人 而受害人李振宁的父母 更是没有想到儿子会被人杀害 李振宁的父亲耳朵几乎失聪 在一家企业做门卫 每个月只有400元的工资 而黄莲芬在外做小时工 每月也只有三四百元的收入 两口子费尽心机 才把儿子培养到了读大学 眼看着就要毕业了 日子刚刚有了点盼头 儿子却被人杀害了 已经五十多岁的老两口心如刀割 越是思念儿子就越是痛恨凶手 因此黄莲芬夫妇请求法庭 一定要严惩凶手黄志航 2006年法庭开庭审理李振宁被害案件 作为刑事费在民事的原告 李振宁的父母也出庭参与了诉讼 南宁市法律援助中心 为他们指定了法律援助律师 而此时凶手黄志航的家人和女友 都在为他向黄莲芬夫妇求情 按照法律规定 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 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因此在很多案件中 被告人亲属主动进行赔偿 并且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人民法院可以视为被告人认罪态度好 有毁罪的表现 在量刑情节上可以考虑从情 事实上凶手黄志航的父母生活在当地的一个小县城里也不是很富裕 他们说就是借钱也要赔偿给受害人三十万元 但条件是希望黄莲芬夫妇能向法官求情 不要判决黄志航死刑 2006年8月4日 南宁市中介人民法院一审判处黄志航死刑 在附带民事诉讼中 判令他赔偿黄莲芬夫妇18万多元 但是对于黄莲芬夫妇来说 要想拿到这18万元的赔偿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律师调查过黄志航的财产 银行里根本就没有存款 家里更是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其他的固定的财产的话 汽车啊 这个摩托车啊 什么都也也也没有啊 也没有 那么房子的话就是 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就是他在庭审的时候 交代是租在这个广元路一号 一栋房子那里啊 当时觉得就是找到他的财产的 这希望就是很渺嘛 按照法律规定 被告人黄志航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只能执行他个人的财产 他家人可以出于自愿帮助他赔偿 而看到黄志航被判处了死刑 家人也就没了帮助赔偿的意愿 在一审判决之后 被告人黄志航提出了上诉 他对这个死刑判决 他认为他不应该死 在法院的二审期间 执行庭的法官也在不断的与被告人黄志航接触 希望能够了解他财产的更多情况 哪怕多争取一点点的赔偿 也能够再给受害人多一点的安慰 被告人黄志航始终说自己没有任何财产 但是黄连分夫妇的法律援助律师 却始终没有放弃寻找黄志航财产的行动 没想到这一次他们还真的有了新的发现 证据通俗话就死马当红马医 就这样子 就是去试试看能不能查到别的房产 黄连分的律师来到了南宁市房产交易中心 查询了黄志航在南宁市的房产登记情况 经搜索 确实有一个叫黄志航的人登记有房产 我说这个房子的地址在什么地方放 他就查了一下他告诉我说是在南宁市广远路一号 青天国际 当时我马上反应过来 因为当时庭审的时候那个黄志航交代说他曾经住在这 在居住的住在这里 但是脑袋马上第一反应就是说就是这个地方 原来被告人黄志航一直在隐瞒自己有房产的情况 发现了新的财产线索 律师惊喜不已 然而当他查询到房产的详细信息之后 原来的惊喜却不见了 资料显示黄志航的房子只有24平方米价值6万元 而且还有4万多的银行贷款没有付 更让人头疼的是这套房子是黄志航和女友曾小凤合买的 如果要执行这间房子还会牵扯到小凤 而自从黄志航被宣布死刑之后 曾小凤也消失了 法官根本找不到他 那么的话这个就涉及到一个稀查的问题了 这个会等于说如果说我执行当中 我把这个房子卖掉以后 就要吸出属于黄志航这一部分 然后因为我们执行 你只能执行黄志航这一部分嘛 然后就会剩下部分你还要给回曾某 经过多方努力 律师和法官还是没能联系上黄志航的女友小凤 就在事情陷入僵局的时候 黄志航那面又有了新的动向 他得知隐瞒房产的事情已经被查出 于是就写了一份自愿书 而这份自愿书又引出了一系列更为难解的问题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汤维健教授 欢迎汤老师 谢谢 汤老师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自愿书 它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自愿将属于我个人产权的房子过户或变卖给李振宁父母作为赔偿签名是自愿人黄志航 这份自愿书它的法律效力我们应该怎么去认定 这个房屋是和他的女朋友一起购买的 所以和他和他的女朋友之间的一个共同财产 那么他只能处分到自己的共同财产里面的份额 他不能把所有的共同财产 把他女朋友的财产也给处分了 所以资源书的效率仅仅是涉及到他自己本人的财产部分 如果小凤一直找不到 那该怎么办呢 如果找不到的话 那有些事情就可能比较复杂了 这些程序就比较多了 那么首先一个法院要发出公告来雄找小凤 他的意思主要是要让小凤来参加访欧的拍卖程序 那么在拍卖程序当中 因为小凤享有优先购买权 那么如果小凤不出现的话 公告欺满了 那么法院就要强制的拍卖 强制拍卖完了之后 把这个价款就要进行分割 按照一定的比例来进行分割 那么分割完了 就要把小凤的那一部分的财产 或者那一部分的价款 要有公正机关来进行提传 那么这个再发出公告 或者说再进行通知 由小凤来到公正机关去领取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比较漫长的了 可能要花两三年的时间 黄志航在二审的时候 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判决 在法院执行的过程当中 他的女朋友小凤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小凤去哪了 法官能找到她吗 受害人的家属 他们能够得到赔偿吗 赔偿金到底会是多少呢 我们接着来看记者发挥的调查 2008年7月 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对黄志航的案件 做出了终审裁定 因为他犯的是绑架罪 这是一种很严重的刑事犯罪 而且杀害这个被绑架人 那么这个在法律规定的是很明确的 是要判处死刑的 不久后黄志航被执行了死刑 案件进入了具体的执行阶段 房子是黄志航唯一的财产 能否找到房子的共友人曾小凤 成了此案执行的关键 于是执行法官一次次按照地址上门去找 可每一次面对的都是紧锁的大门 那么都没有人 没有人我说就留了纸条 留了纸条他也是很长时间以后才跟我联系 因为他有时候也不一定都在南宁 终于在两个月之后 黄志航的女友小凤主动给执行法官打来了电话 其实对于小凤来说 那段日子也是在痛苦中煎熬的 他说自己已经快三十岁了 深爱的男人竟然去绑架杀人 而且他们共同买的小房子还要面临着被执行的状况 小凤说其实这套房子黄志航一共就交了七千块钱的首付 之后就被警方抓获了 后来房子的银行贷款都是自己在付 所以他希望法院在执行的时候能够考虑到他的利益 而此时摆在法官面前的一方面是死者李振宁的父母 面临的困境 一方面是小凤所应该拥有的权益 那么在这两者之间该如何去寻找最大的利益平衡点呢 如果按照执行程序 房子经过查封评估拍卖之后 再将黄志航的这一部分分配出来 给受害人李振宁的父母 至少需要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而能够拿到补偿也就不到一万块钱 而同样拍卖房子对小凤来说损失更大 买一个房子我都不容易 而且这个房子呢 你现在被我们卖掉了 以后你再买就很贵了 然后就对你自己不好 法官提出希望受害人家属和曾小凤之间 能够达成执行和解 也就是说小凤自己独立拥有产权 然后代替黄志航补偿给黄连分夫妇一部分钱 这可能是保证双方利益的最好办法 两边都是善良的可怜人 也都同情着对方的遭遇 最终小凤同意拿出一万五千元现金 给黄连分夫妇 虽然这个数目和判决上的十八万元差距很大 但是多少还能够让受害人的家属感到一点安慰 成心成绩的是为我们那个事情办好 所以到去年是二月份已经赔的一万块钱 我觉得这一对老夫妇就特别善良 就是职务情回来的一万块钱 那就感激的不行 对啊 我一直都不太去感慨他们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我觉得对不起他们 真的 我好像无能为力 事实上 从开庭审礼之后 黄连分夫妇对于经济赔偿 基本不抱什么希望 因此 能够拿到一万多元钱 对于月收入只有几百元的家庭来说 也算是多了一点补贴了 而执行和解的方式 也保障了黄连分夫妇和小凤双方的利益 他不需要这个经过委托评估和拍卖 这些漫长的程序 那么节约了这个执行资源 也降低了这个处理被执行人财产的这个成本 记者采访结束时 小凤说自己正在试图忘记过去 开始新的生活 而黄连分夫妇还在靠着儿子留下的点滴回忆 过着日子 今天我的是一个让人有些伤感 也有一些无奈的案件 根据我们的经验和统计的数据来看 刑事犯罪的受害人得不到赔偿 主要的原因都是那些犯罪者 他们本身就是收入很低 赔偿能力比较差的人群 当然我们也能看到有些地方 在做一些积极的补救的措施 比如成立基金 由基金来对受害人进行补偿 而在今天的案件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法官和法律援助律师 四年来不懈的努力 想尽一切办法 创造性的工作 最终 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条件和状况 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相对满意的结果 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 也能够给受害人的家属带来新的一战的准备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汤老师 参与我们的模式的讨论 好 观众朋友们 影片见